欢迎收看《味道主场》,我是Nicole 今年的情人节,打算做些什么吃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先生很喜欢喝的汤 这个汤叫蘑菇汤,之前我也有放牛菌菌或羊肚菌,看你自己喜欢 材料很简单,首先把洋葱和洋葱炒香 洋葱放进去,加橄榄油和牛油 这个时候大家要用耐性炒香洋葱 其实每一年情人节,我们也有想过去哪里吃 每一次因为工作太忙,任何地方都买不到 之后我们就决定,不如每一年情人节当是休息 我们在家,他做一样东西给我吃,我做一样东西给他吃 所以这个蘑菇汤是我先生很喜欢吃的 看到它炒到很香的时候,我们就加些红萝卜和西芹 在这个时候想讲讲一个秘诀,当我们炒这些蔬菜做汤的时候 一定要炒到它金黄色,又或者是可以这样说 不是用炒,而是用煎,我们现在轻轻 让它四周是金黄色的时候,到时候再混合,打碎它之后 就会很好吃了 好了,在我们煎的过程呢,我本身就买了两种菇,一种白菇和一种啡菇 这两种菇我觉得是做蘑菇汤好吃的 如果你家想有其他的菇,比较大只的菇,可不可以 但味道就没有,相对地没有这种菇那么热味 当然,晒干的菇,羊肚菌,牛菌菌这些都非常好吃 但你在浸泡菇的时候,记得沙要清除得很干净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将两种颜色的菇加入 现在呢,我们就给点耐性了,将所有的蔬菜煮到它淋为止 甚至煮到它有一种香味出来 之后我们先加汤和香草 好了,想说一件事,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会煮这些汤,就很想做得比较稠 一些的,那我有一次呢,就去马拉的时候 有一间全素的店铺,就喝了一个蘑菇汤 他就说,你觉得我的汤稠不稠? 我说,多好啊,多稠啊 我问他,那你用什么? 他说,不是用面粉,他就是用腰果 我觉得这东西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就加点下去 还有,你觉得很营养丰富 就是很漂亮的油都会在里面 好了,在这个时候呢,大概我都煎了五分钟 就将我们的汤,你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汤 我觉得蔬菜汤是最好的 你也可以选择鸡汤,可以选择牛肉汤 看你喜欢什么汤 盖过面就刚刚好了 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很香的香味小秘诀 这个呢,其实里面有贝离,有百里香,有少少芫荽 还有就是Rosemary,我就把它摘好 为什么呢?其实等会我放了一会儿,我就要拿出来 不要放在一起去打 那种味道就会比较浓,比较怪一点 好了,我们就把它放下去,大概煮多久呢? 15分钟,我觉得就够了,就可以拿上来 我们就开小火,慢慢煮到汤 所有里面的东西是煮熟了,或者是淋了,出了味 那我这个15分钟,我就先把这个香草拿出来 那我们可以用小火煮多它,又是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汤就准备了,我们就要打碎它 那如果你家里没有我这一种,可以放在热的汤里打的那些 你最好放冻它之后,再放在搅拌机去打 那除非你搅拌机后可以耐热,那也是一个方法来的 好,先放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通常呢,他们一打这个 你最好是放在底下,才开始打,不然它会弹出来 那然后呢,我这里就有一些奶油,还有黑松露 那我现在可以放一些奶油进去 那汤就做好了,那记得喝之前呢,就加一些黑松露酱上去 那还有胡椒粉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叮叮叮叮叮,我们的煮脆出现了 不如我们这次就做鸭胸炉 那这个鸭胸呢,那我就将它的皮那边呢 就切了一个像一个茫茫的纹那样 那之后呢,我们要加一些芫茜纸上去呢 液一液它,那还有呢,胡椒粉 我就建议呢,尽量是铺勻去给多一点 因为为什么,煎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散出来 反转之后呢,我们再,那在煮鸭胸的时候 整个过程呢,不用放油的,因为鸭皮已经有很多油 盐呢,我就会轻地分布在四周 又是比平时多一点点盐 那今天呢,你看到我前面有红酒呢 其实就不是让我喝的 就是用来做无花果酱 将这个无花果酱和红酒混在一起呢 等着我们就淋在鸭胸里 好,这个时候,锅够热的了 我们就先把鸭皮先放下去 煎到出油位置 在煎鸭胸的时候呢 我就将少许牛油放下去 加少许干葱 因为其实煎鸭胸呢 很多人就喜欢用柠檬啊,橙那些 我觉得都可以的 因为那些是最适合的 但我说不如试一下用无花果 对,轻轻煎一煎它 其实无花果就可以放下去了 这样就略炒了 那不用煮很久的 我们就把红酒放下去了 还有高汤 可以加少许胡椒粉 大家是不是很难想象它的味道呢 好,我们加上肉桂下去 那这个肉桂呢,其实呢 我想这个肉桂呢 我想我会煮大概十分钟 然后我就将肉桂拿回来 肉桂就不要放太多 放少许多了 那看看我们的鸭胸 先煎一下 哇,煎得很好 其实那些鸭油呢 不要浪费 千万不要丢掉它 那我建议大家做些什么呢 就是将薯仔 不用煮都可以的 切片切片 就放下去一起煎 那就很好吃的了,超香 而这个酱煮多久呢 大概煮十五分钟 所以等一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将肉桂拿出来 其实轻轻给了一层味 那糖和柠檬 首先我们先加柠檬 好 然后我们就加点糖 你不用将那个毛花果 煮得像果酱那样 就是轻轻煮到它软了 跟那些红酒味索在一起 那就可以了 我们就生得最小火 慢慢煮那个酱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看我们的鸭胸 其实鸭胸四周 就是皮是很厚的 所以我们尽量将皮四周 煎香 我们这样按一下 其实最精彩我自己觉得 就是鸭皮 鸭皮很好吃 但很多人问 究竟多成熟好一点呢 我觉得半成熟是最好的 有些就说我想吃生一点 我就不 我不会太建议的 因为我觉得半生熟的 味道是最好的 那么个人喜欢 个人喜欢 如果你说我想吃全熟 也可以的 那么我们煎到它很脆 然后我们就半碟了 大家看完这条片 记得亲手准备 这些美味的食物 给自己最喜欢的人了 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有这个主菜有汤 是不是还差一点呢 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次的 《味道主场》了 我祝大家情人之快乐 拜拜